布美钻进一辆车的后备箱 摸到了一个湿漉漉的袋子 里面竟是一个女孩的人头 这集是柯南里程碑的一集 不仅是柯南第一次使用核动力滑板 还是布美作为人质专业户的开端 这时的柯南才变小不久 还在认真的和白给三人组完躲猫猫 看着空旷的四周 柯南果断跑到一个大爷身上 大爷看着死神 根本动也不敢动 柯南也顺便看起了报纸 报纸上说犯罪都市米花 最近有几个美少女绑架杀人事件 歹徒现在都还没有抓到 身后的布美表示这起案件真的很可怕 毕竟她就是个超级美少女 但她又微微一笑 说柯南一定会保护她 正在气氛变得奇怪的时候 袁泰一把掀起报纸发现柯南 柯南也示意布美快点藏起来 布美看到路边停着一辆车 露出会心一笑 咱就是说你可真会躲 另一边 袁泰轻松发现头上插着两个树枝的光叶 至此光叶柯南双双被抓 就剩下布美还没被发现 时间一点点流逝 光叶逐渐焦急 问起了柯南对布美的看法 柯南随即反问 为什么这么关心布美 光叶一下子害羞的满脸通红 柯南懂了 奇怪的三角链出来了 袁泰那边也不愿意放弃搜索 不想在布美面前丢脸 柯南一眼就看出袁泰也喜欢布美 想起刚才布美的表白 奇怪的四角链出来了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 柯南掏出了侦探徽章 开始呼叫布美 布美听到声音 凝里糊糊地从一处漆黑的环境醒来 撞到头才想起自己躲猫猫屎 藏进了一辆车的后备箱 再后来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谈话间布美不小心 打翻了旁边的袋子 里面居然装着一亿现金 听得光叶和袁泰两眼放光 而柯南眉头一皱觉得大事不妙 布美在后备箱竟然看到了一个带血的人头 柯南想起少女绑架的新闻 这辆车八成就是美少女杀人犯的车 与此同时 布美的尖叫声引起了杀人犯的注意 一个人下车查看后备箱 正准备打开的一瞬间 一旁游乐园过山车上 尖叫声再度传来 男人也放下戒备 回到车上 此时柯南也让布美不要哭 哭的话会被嫌犯听到 如果害怕就想一些快乐的事 没想到布美突然打响 比哭的声音还大 只能说布美着孩子 打响就聪明 安顿好布美 柯南也掏出牛顿棺材板 准备弹射起步 光叶和袁泰剑状直接踩上去跟着 柯南通过徽章传来的声音 听出车辆行驶附近正在道路施工 道路施工引起交通堵塞的 只有二丁目的十字路口 随即柯南无视超载 直接负重前行 途中柯南还听到了二人的聊天 柯南更加确信这两人 一定就是少女保驾案的凶手 很快柯南几人赶到了目的地 然而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车辆 看着电视中的嫌犯逃亡的信息 又看着木木大脑袋正带队巡逻搜查 柯南推断犯人因为警方领警 堵在了路上 为了防止被抓 一定会走小路 有了目的地 柯南全速前进 在犯人到之前赶到了小路 可是小路安安静静 没有一辆车经过 他急忙呼叫布梅 然而侦探徽章再也没传来任何声响 难道布梅已经遇害了吗 正在柯南紧张之时 柯南突然传来的声音 原来刚才听不到声音 只是因为车子进入了隧堡 这次让柯南懵了 布梅经过隧堡 就表明犯人通过了警察的安全 这怎么可能 但时间紧迫 柯南来不及多想 柯南直接一手把阿金 用轻功水上飘 绷过了河道 又通过徽章 听到犯人加油的声音 柯南意识到 他们已经飘离过头了 决定守住待兔 此时一辆轿车驶来 柯南大笑着一脚 油门追了上去 拿起鱼拉罐 跟向汽车后部箱 果然徽章传来敲击声 犯人见有人追吧 一个飘离想甩掉柯南紧 车内的布梅 此时也轻到了人头上 一声尖叫便晕了不去 此时太阳下山 八打和动力不足 柯南健壮 一把抢走路人的水泡 勾住犯人的车 果然从小叫搞我们坐车筒 不要伸出窗外是正确的 柯南渐渐没有力气 握不住粗大的水泡 这时连太一把锅布 犯人下车后打开后备箱 发现了布梅 柯南健壮直接踢出头盔 一扎入魂 犯人应声而倒 柯南正准备让另一个犯人认罪时 他掏出了后备箱的人头和钱 原来这些都是话剧用的道具 两人原本准备在校庆上表演 车上说的话只是练习对台词 真正的杀人犯已经被木木警官成功抓换 由于柯南一脚将一个演员踢晕 为了演出能够继续 柯南几人只能强行上阵出演反派 布梅则是完美地出演了少女人头